在美國 非裔男子被警察不當執法致死事件 再有三名涉事的警察被起訴 示威者表示支持 同時繼續抗議 香港大學學生會幹事和學生代表 星期四洗察國殤之處 悼念六四死難者 德國的檢察人員 正在調查一名43歲的德國人 懷疑與2007年 在葡萄牙度假時失蹤的 三歲英國女童死亡 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軍說 已經從以東部為基地 由哈夫塔爾率領的叛軍手中 奪回迪黎波里國際機場 運載美製呼吸機的 美國軍機飛底莫斯科 幫助當地治療新冠肺炎病人 天氣 民族 充電